請教一下馬律師 你媽媽生禮 為什麼她沒有照顧你 感情不好 跟我爸爸感情不好 我以前說過 他們兩個 所以他們離婚嗎 沒有離婚 就是一直分 就是一直沒有在一起 分居 然後各過各的生活 有沒有給寫 你跟著爸爸 我跟著爸爸 所以我過年過節 跟候鳥一樣回來 然後給點紅包就走了 去屏東嗎 對 屏東 那很遠 沒有 我那時候在屏東 我小時候都在屏東 一直到高中都是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長大才來這邊 讀書啊 那個工作 可是他們回來 還可以相愛無事 可是在屏東 媽媽也應該會去 雖然分居也會看你 沒有 沒有 過年過節回來 跟大概二十四小時 有時候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走了 就你是要恨說她 給你紅包太小吧 不是 不是 我自己發現 她是用錢來買 這段時間沒有照顧我的 那內心也有一點愧疚 對 但是問題是 就是她補償而已 對 補償 但是我回饋她的部分 說沒關係啊 反正既然 你那麼沒有責任 我就用這個 錢來控制你 懲罰你以前對我的 那不會散步是嗎 買一個東西來看你 倒是不會 她就是拿錢 甚至 甚至我媽媽有一個妹妹 譬如說 我說媽 我要 我現在學校買什麼衣服 她就叫我妹妹 叫她的妹妹 我阿姨 帶我去買 所以我的衣服 都是這樣買的 所以媽媽也沒有帶你去買 就是打個電話 叫我的阿姨 我阿姨就帶我去買 買完以後跟她報帳 其實你知道那種感覺 雖然有買到衣服 但是那個感覺 即便你爸爸沒幫你開口 你都會主動給對不對 爸爸 我爸爸從來不管這個事 因為我跟我爸之間是OK的 沒有問題 那只有媽媽開口 跟我要錢的時候 其實媽媽也沒缺錢 我講真的 他沒有缺 亂講 不然他怎麼會跟你要錢 他沒有缺錢 他的錢 一樣是在維持那個 當初怎麼給我 現在怎麼拿回去 他在維持那個儀式 就是我們是個母子的 這個儀式 你跟他有話講嗎 就是每次都吵架 每次都吵架 因為我們不太會 有柔性的言語 就是在旁邊照顧 就貧我沒有一個好 他個性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知道他的個性 那我也有複製他的個性 我真的有說複製他 你有複製他的個性 我們在 我們至少在我家裡面 會貧的是我 我太太會賣 你知道嗎 會 你貧誰 我兒子啊 小孩啊 家裡面什麼事情沒有做好 不然我就自己先去做 然後沒有做好就念 洗澡啦 我大概可以五分鐘念個 五分鐘大概可以念個十幾次 為什麼洗澡需要你念 就是要吹啊 就吹啊 小孩子為什麼不去洗澡呢 十點了還不去洗 就是只有我 你看我就會十兩 我媽媽就是十兩 我也是十兩 但是我要克制我自己說 不要 盡量不要去 那當然你五分鐘念十次 叫他們洗澡 他們有去洗嗎 沒有啊 不然怎麼會念到第十次 不然怎麼會念到第十次 第一次就OK了 我就OK啊 對不對 那你明知道念沒有用 為什麼還要在念 看不下去啊 就是因為十兩嘛 就是因為心裡面有一個掛劑 好像家裡面沒有東西可以看到 只看到那個缺點 只看到說 其他都沒有看到 怎麼還沒去洗澡 對 怎麼還沒去洗澡 就一直占據到我的腦袋裡面 那小孩的環境是什麼 爸爸好煩 一樣是皮皮啊 就是這樣 就覺得我煩啊 等一下啦 他就覺得我煩啊 那我會覺得說 的確我是有點over一點點 但是我知道 我真是遺傳到我媽媽 我媽媽的個性也是這樣 是 那每天念 你每天都念洗澡是不是 幾乎 可以問功課弄好了沒啊 對啊 功課因為比較 沒有辦法看到立即性的 對不對 沒有啊 千年落步啊 因為洗澡我可以馬上看到 所以我會念 我會念 我就很容易看到 達到我的目的 我十念那個東西 我可以看得到的 我一念 你如果說我明天賺一千萬回來 我念這個不好 你短時間一直念說 你明天就算多少錢回來 這個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會念這種東西 那你這樣念你太太受得了嗎 他知道我有 他知道說你有點誇張 他有跟我講說 小孩子這麼大了 你就讓你給他一個時間 好不好 不要短時間的一直去 就讓他自理 就後來也是這樣講 不要短時間一直去給他 你反而讓你 他說 他還換個角度跟我講 這樣你情緒有比較好嗎 你這樣五分鐘念十次 一直焦躁 他說這樣對你比較好嗎 有啊 很快樂 因為情緒得到的發泄 我是在反射 我一直在反射這個東西 當然沒有人制止我的話 我會一直坐下去 我再來跟我說 那你不用管我來 我來就要去洗澡 那除了洗澡之外 還會念什麼 會念老婆嗎 老婆不太敢 因為老婆基本上 我們要給你五分鐘 老婆基本上我會 Hold住自己 告訴他這個東西 我要先停下來 才能夠想清楚 但對小孩比較 因為上下的關係 我比較直接 比方說他會不會打電動 小孩子啊 會啊 我會念 還有 念收手機 手機為什麼還不收 對 我晚上不當他 大概十點十一點 每次 我們家每天晚上十點半 到十一點 就開始念手機 要收不 要睡了 要睡了 我還在那邊 五分鐘又二十次 小孩子就拖拖拉拉 對不對 我就開始做那個動作 然後每次睡覺 情緒就不好 為什麼 因為剛剛 念小孩子手機不收啊 對不對 後來還是收啦 對不對 但是問題這個過程中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會拖開 而且他周圍復始 所以我們現在每天晚上 想到馬律師 十點到十一點 你就是在念這個嘛 去洗澡 收手機 對 然後呢 情緒不好 然後我太太跟我說 你這樣搞下去 你現在已經中年了 好不好 你這樣子搞下去 你要 對 你的身體能夠收得住嗎 那你太太有沒有跟你講 說 你不要一回來 就只會叫小孩去洗澡 然後問他功課好了沒 不要再打手機了 廖老師 你現在不了解 志偉的意義 志偉在講自己 沒有 因為我覺得 馬律師講 我很有感覺 對不對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 我現在試著告訴自己 小孩子還有很多優點在 對 不要一直只看著 而且這個 沒什麼大不了 沒什麼大不了 今天明天還會再發生 十二點沒有去洗 再罵他就好了 我現在 我的容忍就是 那個 如果放假 你要十二點才洗 平常這當然不行 我就跟我兒子說 我老婆是說 你用講的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給個時間 你太太也是這樣講 我老婆就會去問他們說 來 你給我一個時間 多久你要去洗澡 我兒子就說半小時 好 半小時 你講的嘛 我太太就說你用這一個 那我就學他 可是我太太講有用 九點半就去洗澡 我想沒有用 半小時到 我就會背後靈出現說 半小時要不要去洗澡 等一下 我這關打 你怎麼跟我一樣 真的 問題是我會抓起來 對啊 我會抓起來 我會抓起來 然後一直 就開始 反正 會罵一些 好不好 會罵 會罵三字經 真的喔 對 我會罵他 我說你那高手 用中文還是台語 台語才有力啊 然後 會把他扣 會把他扣小 就是已經變得 不是這件事情 而是對他人格攻擊的 不會這樣 不要說 我說你念書那麼 你打手機那麼多 打手機那麼堅持 為什麼念書不堅持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堅持 我又打手 還給我五分鐘 還給我五分鐘 手機還給我五分鐘 我在那裡 我說你如果打手機 有這一半的堅持 你第一名 你知道我會講這種話 你知道我講佩分老師 小孩子又受傷了 又被我戳一次 因為我收手機跟念書什麼關係 我就會起來 我就開始把這個東西 去比他所有的 的東西去比較起來 你知道我嘴巴 我的嘴巴又那麼賤 對 我的嘴巴這樣起來 而且馬律有很大不一樣 他真的覺察高好多 你還記得以前 馬律也有跟我們真親告白過 他講到枯午 對 馬律你真的進步非常的大 我現在 因為我 因為我同儕治療 希望你們給我治療 我慢慢能夠了解 我的病是從哪裡來 我的習慣是哪裡來的 所以我會慢慢發現說 其實跟我沒有關係 先告訴自己 那個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是沒念書 我不是 不是如何 是媽媽那個時候給我的 心裡有一個問題 我也覺得 不過想回饋一下馬律 你想聽一下 你孩子的心聲嗎 他何以讓你一直念 都不動 不動如山 我就是等一下 因為像我很多當事人 他也有同樣的狀況 他就是跟說等一下 等一下 那他就 我後來就瞭解說 那何以你要等一下 他就說第一個 他覺得爸爸每天念 真的讓他覺得 他也有情緒 所以他就是不想 去遵從你的指令 好像遵從你的指令 他遵從你的指令 其實是一種屈服 他就會覺得 渾身不舒爽 所以他有些時候 他就會反而說 爸爸越念 我就越不想做 那如果唠叨這件事 從心理上 他是一個負貞強 就是說我為了不讓你念 而去做你要我做的這件事 那我現在做了你這件事 我其實內心是不舒爽的 所以他對抗的 其實是那個被念的感覺 不是去做這件事 這兩個要區分開來 就是說我是對抗 越念越負貞強 我是對抗洗澡 還是對抗被念 那他就說 他是對抗被念 這件事 也許你不念 有一天你都不念了 十點鐘他就跑去洗澡 有可能 我這個病之後要醫好 我看 對啊 我這邊有藥方 我試著 我試著再把他 新症狀減輕 我有時候小孩 那這個是個病嗎 你說 馬力士 我覺得刀念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刀念 像你剛剛說的那個 何宜他會支撐他 他想要他改變 所以當他可以聽我的話 接收我的指令 然後去做 我要他做的行為的時候 我就會感覺到 我終於成功了 對 有點這個像 終於 終於達成我所要的 抗戰終於成功的感覺 終於孩子 終於可以體會爸爸的心意 或者是什麼 但他們剛好就變成一個 兩個在作戰 我跟你講在家裡面 其實不只是父子 有時候太太一直念 老公也不屈服 對啊 那個對抗 你就會引導他對抗你 而且他在你不能控制的時候 你會勾引他想要對抗 你就揚鳳音韋啦 公平他對抗你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